耿炎到底伟不伟 耿炎很清楚 耿炎可以说是阳刚气十足 又硬又刚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不是又阴又柔又阳伟的 这样一个情况 就算耿炎伟 耿炎也会给自己治 所以说呢 就是耿炎到底伟不伟 耿炎自己心出 心里面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 这几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了 到最后呢 其实耿炎倒变成一个伟类了 接了那么多伟类 到最后耿炎变成一个伟类 所以说这就是 这也是因果轮回吧 耿炎一直想要说了 就是一个因果轮回 你说人家很多伟类 包括啊 你说伟类的这个名词啊 创始人袁宏斌是伟类 到最后变成你 你耿炎也是伟类了啊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轮回吧 这些耿炎的人懒得去说啊 但是觉得很有意思 你耿炎做得到一个伟类了 你耿炎的更好 你耿炎的更好 我再来一遍 多伟筹保留